现在在纽约麦哈顿公园大道387号 这个硅谷银行的门口 这是387号 然后硅谷倒闭的硅谷银行 在二楼 大家可以谷歌一下 上面是有的 现在我又不能上水 那就给大家说一个新闻 下面那边是 药房 这387号 硅谷银行就在上面 公园大道 它们倒闭了 门口是有保安的 那看新闻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硅谷银行呢 它是设在加州的 圣塔克拉拉郡的硅谷银行的总部 是在加州 那个硅谷银行呢 之前宣布 他们签计 他们就是单位的一些高管吧 和一些投资人 10号呢 到硅谷银行 它都有登场的事实取出现金 但是银行呢 不得不请紧张到场处理 有一位同志呢 它的保险存款 仅25万元 反正是取不出来吧 一句话 就是取不出来 有的呢 在里面 至少有一千万的存款啊 都是这个银行的一些投资人啊 一直给银行疯狂打电话啊 反正是人生中非常糟糕的时刻 这个硅谷银行在这个公园大道 387号 那二楼 这个是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 我们说的老全街啊 老资本主义大路 那大家都知道啊 这是两年多来呢 第一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银行倒闭啊 此次银行倒闭呢 并且将对这个科技业造成重大的冲击啊 因为许多创新公司 都是以这个硅谷银行 作为唯一的帐戏与代方 有一些高层的投资人啊 还有一些有钱人投资人啊 之前都来到这个 硅谷银行进行 怎么说呢 抗议吧 警察也到这里面来了 就是拿不到现金嘛 总之一句话啊 一句话拿不到现金 很多人啊 对这个硅谷银行的倒闭啊 表示震惊啊 一些人将此于20 大家都知道2008年是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啊 很多人呢 说这个硅谷银行不咋地啊 就是与客户沟通方面比较糟糕 他们是在二楼啊 是在二楼 是在二楼 上不去啊 里面因为有大堂 大堂有个 有个保安在那儿坐着的 先前呢 这个硅谷银行宣称啊 正在筹集资金 表示一切都很好 他们这个行为啊 就让人想起了这个雷曼兄弟 雷曼兄弟银行在倒闭之前 也是说自己很好很好啊 非常好啊 什么都好 那说倒就倒了 今天下雨啊 气温有点低啊 气温有点低 那我在网上找呢 就看到这个 硅谷银行在纽约 没有几家分店了 反正我找来找 就找了几家啊 不知道大家也没去过 其他的这个硅谷银行的分店啊 那现在很多硅谷银行的投资人呢 迅速通知投资组合公司呢 将资金从这个硅谷银行 转移至美龄证券 低共和银行 摩根大通等银行 以免下周无法支付员工的薪资啊 那很多人家投资人都 都把这些都取出来了钱啊 那随着这个 恐慌的蔓延啊 以及FDIC的介入呢 资金被锁的公司 已经出现领取现金 发放工资的问题了 那些新创公司人员 向这个CNBC透露 他与30多名创办人交谈啊 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 都受到了影响啊 加这么高的利息 总有几个银行会出事 那硅谷银行是10号 那个传出他倒闭的话 被政府接管以后呢 全美多地都发生了几题事件啊 就是大家都去 怎么说呢 去维权吧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谢谢大家